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快讯,我是Vivian 健康生活小百科 对于生活节奏急速的都市人来说 微波炉是生活当中必不可小的家电之一 不少打工仔为了节省时间和金钱 都会选择大饭翻丁 或者是家庭主妇会加热 昨晚没有吃完的正菜正饭 微波炉虽然快捷方便 但有多少人会留意微波炉的危害呢? 想吃得健康又放心 就要留意以下微波炉注意事项和使用禁忌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微波炉的运作原理 当启动微波炉时 微波炉内部会产生微波 当微波被含有水分的食物吸收时 食物中的水分子会与微波炉所发出的微波 以相同的频率震动 震动中会造成分子间的摩擦 进而产生热能 让微波中的食物由外层逐渐加热至内层 由于微波是一种辐射 很多人因而认为微波炉加热的食物会致癌 其实微波是一种电磁波 与收音机电报所用的电磁或红外线 本质上是相同的东西 当中的差别只在于频率的不同 除此之外 微波炉的设计是炉门打开时 就会切断电源 除非炉门不能紧闭或损毁 否则微波炉不会轻易泄漏微波 因此微波不会对人致癌 仍不会使食物产生致癌物质 坊间有传言指 使用微波炉翻译食物会令食物中的营养流失 但事实却正正相反 由于使用微波炉加热食物速度快 并不会造成食物本质或分子结构的改变 营养流失的比例反而比油炸、煎、烤等烹饪的方式来得少 不过并非每种食物都适宜用微波炉重复加热 即使吃起身依然美味 但食物本身已产生变化 以下两类食物不能放入微波炉 一、有殼、有皮等密封食物 例如连殼的鸡蛋、栗子、提子等 都应该避免放入微波炉加热 刚提到微波会令食物内部水分活跃、产生热能 这些封闭型的食物会让水分在内部不断累积 无办法释放 最后甚至有机会爆炸 二、叶菜类蔬菜 叶菜类及净菜类蔬菜如白菜、菠菜、花花菜、燕菜和西芹等的消酸炎含量较高 有研究指出蔬菜经一晚的储存后 酵酸炎会转化为亚酵酸炎 而亚酵酸炎会在胃部形成一些致癌物质 建议选择酵酸炎含量较低的瓜类、果菜类或菇类 例如番茄、灯笼椒、节瓜、冬瓜等蔬菜 可以大大减低涉取致癌物质的风险 更多更详细的新闻讯息请留意今晚6点更新的今日快讯 再会